多乐故事 狗狗感冒了,上集 一天,猪爸爸和乔治还有佩奇在农场场主家做客 场主带他们参观了农场 叔叔,你们农场的小动物可真多呀 恐龙 我说乔治,叔叔的农场里是没有恐龙的,你知道吗 正在和场主聊天的猪爸爸听见哭声 转头一看,原来是乔治在哭 佩奇 带着乔治参观了场主的农场 猪爸爸和场主也在一边开心地聊着天 佩奇和乔治来到鸡卷面前 姐姐,大公鸡真可爱 乔治,你喜欢大公鸡吗,你想和它一起玩吗 好耶,好耶,可以和大公鸡一起玩了 好的,乔治,你稍等一下 我来把它放出来,让大公鸡和我们一起玩 佩奇把栅栏打开 大公鸡从鸡舍跑了出来 大公鸡飞快地跑走了 糟了,乔治,大公鸡跑了 快点,乔治,快去叫爸爸 乔治跑到了爸爸的身边 很焦急的样子 爸爸,大公鸡 哦,乔治真棒,认识大公鸡了 是的,乔治,你是不是看见叔叔家的大公鸡了 大公鸡 跑 跑 啊 什么 大公鸡跑了 爸爸,我们想和大公鸡玩 于是就把大公鸡放了出来 没想到 佩奇,怎么可以把大公鸡放出来呢 这样是不对的 哦,猪爸爸,不要责怪孩子 没有关系 现在我来打电话给汪汪队 有困难就找汪汪队 没有汪汪队的狗狗们 做不到的事情 小丽和毛毛在一边玩球 天天鹿马灰灰 趴在草地上聊天 这时,阿琪走了过来 狗狗们 阿尔夫厂主的大公鸡丢了 需要我们帮忙 好爱 你怎么了,天天 没事 可能是,可能是过敏了 天天,你是不是敢 你怎么了,小丽 你也过敏吗 估计是着凉了 啊,你们怎么都感冒了 啊,你们怎么都感冒了 不会吧 那路马,天天,还有小丽 你们在家休息吧 我和毛毛灰灰 一起去帮厂主找大公鸡 你们感冒了 要好好休息 这时,猪妈妈走了过来 你们好,狗狗们 刚才猪爸爸打电话来 跟我说了事情的因果 真的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猪妈妈,您客气了 有困难就找我们汪汪队的狗狗们就对了 猪妈妈,您先回去忙你的事吧 把寻找大公鸡的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吧 好的,谢谢你们了,狗狗们 猪妈妈赶着回家去做别的事情了 天天,路马,小丽 你们三个先回家好好休息吧 我和毛毛还有灰灰 去帮厂主找大公鸡 好的,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你们回去休息吧 我们走了 好的 天天,路马,小丽 目送着他们走开 灰灰,毛毛,还有阿琪 来到了农场 谢谢你们汪汪队的狗狗们 这么及时地赶来 大公鸡跑去哪个方向了 往那边跑去了 好的,我知道了 灰灰,阿琪,我们分头去找吧 厂主,猪爸爸,还有佩琪,乔治 你们在家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我也去 我也想去,爸爸 你们去只会添乱 还是在家里等待吧 佩琪,你们在家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说完 阿琪,灰灰,还有毛毛 都出去找大公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消息